是自动压盖机的开关 这边这一个是它的节气 现在是触摸主界面 刚进来的界面 这是英文和中文 这个是英文 这是中文 现在我们进入主页面 主页面的界面就是这几个 这是手动 对 这是自动 这是手动 这是参数设置 这个是电影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这里是没有密码 这一个是手动输送速度 这一个是输送自动速度 这一个是输送启动延期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时长 这边这一个是下定位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上定位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灰盖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湿次长 这一个是压盖气缸时长 这是二气压盖时长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过力 这一个是阵痛盘测误时长 这一个是剔除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剔除检测时长 这一个是阵痛启动无料时长 当超过这个时长 无料的时候震动盘就会报警 现在是赛一夜市 这是二号工位的参数设置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时长 这一个是下定位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上定位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推盖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湿次时长 这一个是压盖气缸时长 这一个是二次压盖时长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过力 这一个是阵痛盘物料时长 这一个是阵盘南亭复位 电眼检测电眼监控 电眼监控一般都不需要我们感 我们只是用来监测电眼的那次状态 比如说这是感应到的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切换产品 换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调节 首先我们要调节这个宽度跟这个物料一样 这个位置呢以这个电眼为主 这个电眼对照上来 刚好到了产品 调节两边宽度 调到合适 然后调节这一个 调节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这边过来的时候 这个电眼检测到这个物体为准 这两边留了仪常 尽量保持冷藏 这两边 看在这里 太倒轨了 这里这些档板 我们也要搞到合适的位置 这两个档板 这个是剔除气缸的电眼检测 我们也要调节 适当的调节它的位置 好了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怎么签换调品 当我从这一款调品 换到这一款调品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调节 首先我们要进入那个手动界面 选择输送单次定位 启动 它定位也算是可以吃 还有压盖器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面的重合度 当这个面 这一个圆跟这个圆 刚好差不多露的 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了 第二个工位也是有此调节 当我们切换每一款不同的产品时 我们都要手动去看一下 它那个位置合不合适 当我这里的位置不合适的时候有好调节呢 一般情况上我们都是来是调节煞定位其他 当我这里升起来高度不够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往后退 这个往后退 把它关掉之后往后退 这个 这个 我们用帮手把它拧松之后 拧松之后往后退就可以调节 它的高度前后高度 这是不同产品之间是如何切换的 我们介绍同一种产品的不同程度是如何 我们只是调节它的导调宽度即可 我们只是调节它的导调宽度即可 我们的产品放的时候尽量要靠这个面罩 当我们从中产品换到小产品的时候 我们需要砸装一个物体 这个需要砸装在二次压盖这里 这是一号工位的二号工位也需要砸装 不同产品我们后面这里也是需要调节 这个电眼的位置最好是留30分钟左右的 当我们切换到短产品的时候这个电眼是要往这边 每款产品店与产品之间位置有30分钟左右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接下如何要自动贴标记的标签 首先我把短产品看起来呢 首先我们洗下药盘用到 首先我们洗下药盘用到 首先 先过这一个面 青梅 10米 走 過風到吧 再过千亿之后 收尿机构 调整一下标签 从这边看的时候 我们要用所有的标签都在同一个线上 锁紧签 你们知道查同一个方线 中开也是查同一个方线 开机前的要不要就要好 现在是开机 这是开机开关 这是街器开关 这一个是机器 开完机进来就是这个界面 这里是以言选择这是中文 这是以言选择 每次开完机 然后要标要完标 我们都要调节标 首先我们选择这个单字出标 看一下它的标出标量 这个出标量还差那么多 我们要调节这一个店的位置 调节这一个店的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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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